最近最近有刻意剪了差不多六七公斤 以前太胖了 跟豬頭一樣 我們兩個其實是很愛喝酒 前一陣子在隔離 所以都沒有運動 就不能 我在那裡有被封城到 所以裡面動就坐著喝 回來以後就開始 就有在動啦 然後吃東西有在切製 不會 我蠻訝異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畢竟是第一次這樣 用Full Band的演出 那我們其實自己樂團團員有先練完 那當下其實還好 但是在中菜牌的時候 我爸一直唱的時候 我們全部人一演完的時候 我們就團員們互看 就是那個氣場真的是 有壓過就整個Full Band的感覺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都蠻震撼 就是這次的演出 就是我比較奇怪的是因為 因為我浩婷 我沒有聽過他唱歌歌耶 我們第一次 然後我們在彩排的時候 然後那天看他的專長 我說真的進步了神術 他以前是無音不全 很糟糕 不是不是我沒有 因為你像我們家族裡面的小孩子 像我也是 很小就喜歡唱歌 唱就這麼老還是喜歡唱歌 不過他跟他妹妹好像 到大學好像從來沒有聽過 他們唱過一次歌 也沒有去卡拉奧可以唱歌 結果他真的是 嗯 行的 進步很多 對 因為前面都還是當客席樂手嘛 所以就是玩樂器還是比較多一點點 對 原本的設定 我是說希望他走幕後 然後我在RNG的部分 整個樂器全部都學會了 然後 然後後來就 巧玉吧 剛好 我們夕陽音樂 把他收納入了 裡面的 盲妹 所以盲妹的叫做 運氣不錯 碰到一個好老闆 你那時候砸很多錢 再給他去學樂器 也沒有 其實從小他就喜歡 唸鋼琴啦 唸什麼國中呢 然後高中 華崗藝效果是 他也是考上華崗 華崗考上了 他就 好幾屆的華崗 只有他一個人考上 台南藝術大學 在六甲那邊 是我們家鄉 那邊裡面是好山好水好無聊 他去報名 他就不去讀了 不去讀後來他就保送到那個 文文大 文大他自己有 他有辦那個草山 音樂節 音樂節 前面其實 不是在做 音樂相關 都是在做企劃跟母后的 或是當爸爸的助理 所以後來是因為 音樂的關係 然後開始 回來吹Saxfone 然後開始學 又回來開始專心在練 樂器為主 這樣子 但以前比較叛逆啦 就是 因為畢竟有爸爸這個身份 然後 比較不太喜歡拿這個身份 來去 去講述什麼 所以都會比較像是自己一個人 喜歡還是自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這樣子 現在講出來會不會貼標籤 其實也不會刻意 因為畢竟 我覺得路線也不太一樣 因為畢竟他是這種比較主流 就是歌手 我們的音樂 跟他們玩的 完全是 兩種 反而會覺得這件事情會很有趣 就是一種衝突感 對 就是 或許會有一些火花的產生 所以在做 音樂上面的交流 其實那時候 因為這一次的演出也是 就有改編爸爸的歌曲 所以我覺得是利用 這種改編的方式 來去讓他來認識 現在這個圈子 我覺得算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機會 對 對 今天晚上我唱的歌 是以前 我們傳統的那種 不過這次浩婷 然後全部把他arrange的東西 都改編過 這不一樣的元素